陆古香广新社区发展协会 在社区活动中心 办理预防及延缓失能照护关怀据点 107年岁末感恩茶会 会中除了展现30多位长辈们 学习茶艺与懒染的成果 并且还有长辈担任茶艺师 泡茶给各界人士来品尝 同时也邀请电子乐器现场演奏 全场是喜乐温馨 台上演奏着一首又一首熟悉的老哥 台下的长辈今天担任起茶艺师 不仅要泡茶还要招呼来访客人 这里是广新社区活动中心 为了要展现长辈们一年所学的成果 特别举办此次感恩茶会 广新社区理事长林颜柯表示 这次的活动主要是睡末感恩茶会 因为在早期的课程中有茶艺研席 因此才在今天的感恩会中呈现 并邀请到所有乡亲一起来品尼 那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活动是 这个睡末音乐茶会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课程里面 有安排老人家学茶艺学茶道 那我们就在今天来做呈现 邀请我们的乡亲 蚝友 一起来共襄盛举 让这些老人家当茶艺师 他们的泡茶 等一下大家都可以喝到一杯好的茶 那我们因为这个活动在延缓失智跟失能的这个活动呢 都受到我们乡亲这些老人家的喜爱 那我们明年我们计划也送出去了 我们希望说也能够得到那个卫生局的这些长官的认同 让我们继续来推动 我们会把我们这些茶艺 懒然 还有这些活动继续推广下去 医院吴瑞芳表示 长辈们在这里学习各种课程 转移注意力 不仅可以学习茶艺 还能够言欢老化 对他们个人以及家庭而言都是一件好事 今天办这个失智研返的感恩茶会 我们现在来这里 大家非常我们的市院长 修团市院长 台俄罗的理事长 把这个长辈2.0办到有点好 失智研返 我们现在最主要就是说 可以转移 刺激脑力转移目标 把我们做一些书法 还是什么 转移目标 动动脑筋的话 就会把这个失智的原版 就会拉长时间 会慢慢会有进步 这是我们院长常在讲 另外林理事长同时表示 协会将持续秉持 服务好邻居 照顾老大人的胸怀 让社区长辈 延长健康平均与命 达到在地老化的期待 希望除了社区本身努力之外 在工部门方面 也能够在经费及实质方面给予资源 让社区长辈的生活 能够更为踏实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